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林 大家記得這裡嗎 大家記得這裡嗎 唯一有搭一個超大城門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啊沒錯我現在人 已經在南方這邊了 南方洞窟這邊 然後 這個是我的翼龍戰隊 對不對 我的翼龍戰隊從一開始就沒叫他上 我都原來他升級啦 原來他已經升級了我們先讓他升一下吧 那在這邊的話呢他其實 他們都不太怎麼升級啦 因為本來一開始就在很遠的地方 那這個是洞窟的位置喔 那我發現好像 我在 北邊那邊也探索過北邊那邊的洞窟 然後在中南部那邊也探索過 中南部的洞窟了 從來都不曾見到他們附近呢 都有一大堆的蝙蝠在那邊飛的狀況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見 那當然原本這邊很近的距離 也有好幾隻蜘蛛什麼的 都被我先解決掉啊 真的我不知道是這個洞穴 本來就應該要這個樣子還是怎麼樣的 那個上面居然都出現了蝙蝠在那上面 這個 數量真的太多了 那我這次回來主要是因為 地圖的右下角這部分還沒有探索出來 然後在地圖的右下角這一邊呢 是有一個海底洞穴的 我乾脆就反正就把右邊這邊的海底洞穴全部都給他探出來了再說吧 然後 可以的話呢看能不能馴服一隻蛇頸龍 所以我在這邊也準備好了這麼多的藥劑 當然我這個劍也是做了好幾好多 這毒劍做了一大堆了 現在可以只要裝上去 123隻毒劍 不太確定到底夠不夠用 希望夠用 然後我發現這個東西 果然是把這個扁扁跟這個茅草放在一起 他就可以出現這個肥料 也不知道他多久才會出現 反正當我回來的時候 我一打開這裡一看已經出現了這麼一個肥料 終於是出現了這麼一個肥料 所以我們可以先放到這邊來了吧 肥料丟進去 那這樣的話應該就已經 沒有什麼問題了吧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他應該會準備就開始長 但是應該也會長非常非常的久 所以我大概 我大概也不什麼想管他了 然後我發現這裡面其實也還有蠻多的東西 這邊真的還有蠻多的東西 都在這裡面的 原來我還留了這麼多的東西在這裡 也對我原本其實就是想要把這邊當據點的 只是不曉得為什麼就在北邊那邊待了那麼久 這邊居然還有這麼多的這個蝎子的殼 好啦 但這些都不是重點喔 重點是我們要先到那個東南方的那個洞窟那邊 當然應該會先經過有一個 還有一個小島吧 看那個網路上的地圖是這樣子的 再往繼續稍微往南一點的地方 其實會還有一個小島的 我是騎著我的魚龍來的 所以我就繼續騎著我的魚龍吧 當然這邊的話也還是一樣啦 會有很多的鯊魚啦 所以那邊那些是鯊魚嗎 還是說是魚龍 看來都是魚龍 喔這邊都是魚龍欸 還不錯還不錯 不過魚龍也有一種很麻煩的地方就是什麼 它會一直跟在你的屁股後面 或跟在你的旁邊 鯊魚來了 鯊魚來了 講這麼多話 結果鯊魚已經殺過來了 這邊也還有一隻鯊魚喔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好確喔 那這個小島上面看起來是沒有什麼那個的 哇這個距離好近喔 這感覺這個距離好像蠻近的 這距離感覺上是蠻近的感覺 那也不一定 哇鯊魚來了啊 快走啊 這邊總是這麼多鯊魚啊 其實 其實這邊的鯊魚也是一大堆喔 哇它閃電指令快要沒了 危險危險危險 快點補充快點補充 鯊魚在後面啊 鯊魚不但在後面而已 在前方在右邊全都有啊 這樣子我想要停下來看GPS都很困難啊 嗯 不過大概知道它的一個位置吧 應該就是在 我要往地圖的右邊走 那就應該是從這邊要往左邊走的意思吧 不過還得游過這一個小島 它在往南邊 我現在應該是在繼續往南邊走吧 南邊走要過了這個小島的位置之後 然後它會非常的靠近邊邊的位置 所以 游開始準備向左邊游了吧 這個島 島還在這裡 那差不多了 可以開始準備向左邊游啦 準備向左邊游一下 這邊目前看起來好像都還可以 好像都還沒什麼問題 目前看起來好像都沒什麼問題 我看能不能游到邊界去喔 之前都有游過了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有邊界的喔 這個魚龍真的是比較方便啊 魚龍真的很方便 游的速度很快 游的速度很快 還好它還在得了 我身上帶了東西 我身上帶了太多的東西了 是一個很大的麻煩 喔 到邊界來了 所以到邊界來這邊 附近有沒有鯊魚 好像沒有 我在這邊先確認一下 那個位置好了 拿起我這個 92.5 88.4 所以往這邊 那個是87.4喔 還有89.7 所以其實要往後面的位置 再稍微移動一下 正後方 正後方是哪邊 是這邊 正後方這邊移動一下 然後要注意有沒有氣泡 注意有沒有氣泡會冒出來 那就是可以知道說 有個洞窟在這裡啦 那當然洞窟裡面的東西 我現在應該是也拿不了了啦 如果說真的找到的話 目前好像還沒有看到什麼氣泡 再走一下看看好了 喔 我好像看到了 在這邊 可是怎麼好像有兩個氣泡在那邊冒啊 怎麼會有兩個氣泡在那邊的 我直接游下去看看好了 雖然說現在有點像是盲目一樣在游 然後剛剛是應該是我用了一個 卡了一個bug在那邊 然後可以看得到這下面的狀況 欸 好像真的是有 喔這邊有氣泡 看到了看到了 它是不是有兩個入口的樣子啊 這個海底洞穴是不是有兩個入口啊 啊 啊 這個真的是一個海底洞穴嗎 喔是耶 是耶 是的耶 那是不是有另外一邊可以讓它出去的啊 這個海底洞穴 哇這個海底洞穴感覺 感覺更困難啊 這海底洞穴 真的要找到更困難的感覺啦 還好沒有找到 天啊 我怎麼被卡住了 我各種會被卡住欸 那這塊大石頭一下子 又存在一下又不存在是什麼狀況 喔我的天啊 這個顯示的問題對我來說也是造成很大的麻煩的 那不管怎麼說呢 我現在目前是並沒有找到蛇頸龍 喔我的天啊 突然一隻鯊魚來殺我啊 然後我的 我的 我的 我的魚龍又不見了 我的魚龍到底又要去哪裡了 喔 煩死了 又在我下來看GPS的時候 然後我的魚龍又不見了 這種時候最難找到它了 現在有一個重點是我已經累了 我現在又非常肚子又非常的餓 然後我的魚龍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不行啦我已經完全的累了 我已經完完全全的累了 然後 我沒有辦法再移動了啊 我沒有辦法再做任何的方法再移動了 我的魚龍已經不見了 我看我現在只能夠設法看能不能遊上岸了 當然我覺得是很困難的事情啦 我現在的話肚子也餓 我也不太能夠吃東西 我現在是沒辦法吃東西的狀態喔 然後游泳的速度會非常的慢 現在還是先把氧氣的問題先解決掉吧 我的魚龍居然就又跑掉了 我還沒找到那個 我還沒找到海底洞穴了耶 就在快要找到的時候 我剛剛其實下來看GPS 位置就在我剛剛下來的地方的正下方而已 快啊快啊快啊動作快啊 你為什麼在水裡面還能夠喘氣喘成這個樣子啦 快點上去啊喂 動作快啊 有這麼遠嗎 這個水面有這麼遠嗎 加點油啊 這個水面沒有這麼遠的好嗎 不要死在這裡啦 死在這裡的話 很多問題很多事情都會很麻煩的啊 你就要到了喂 到底有多深啊 沒有這麼深了吧 我看我真的要死在這下面了真的 快一點啊你 天啊 就因為我的魚龍 離我而去 導致我就死在了這個鬼地方啊 啊 我的天啊 所以這樣子的話也沒辦法啦 我看 我看我只好只好在這裡重生啦 因為我這裡的東西比較多 而且我也有魚龍在這裡 到時候我可以再搭乘一個魚龍過來 然後 找海底洞穴這種事情真的是 那個魚龍太不負責任啊 這是什麼跟什麼 哈哈哈哈 居然是魚龍跑掉 然後搞的我就這樣直接死掉了 好啦好啦好啦 反正 我這邊的東西 基本上應該也都還蠻多的吧 我應該是可以足夠讓我 再來製作一整套套裝的吧 鐵的套裝到還好啦 對 那這個帽子我其實也有做了一頂喔 我放在我的櫃子裡面 我沒有把它拿出來的意思 因為 我知道隨時可能會有像這樣的狀況發生 所以我只好先把它給往回放了 然後這邊不知道為什麼又打起來了 到底又是什麼地方又打起來了 實在沒空管他們了你知道嗎 當然我也不太可能 喔我的天啊 喔我的天啊 居然在這裡 喂喂喂為什麼裡面單挑啊 喂 不要單挑了好嗎 不要再單挑了好嗎 喔天啊還好還好還好 馬上就叫人來支援 馬上叫人來增援 喔天啊 這邊也打起來了 這邊也打起來了 喔我的天啊 太煩了啦 怎麼會這個樣子 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的東西居然又都 怎麼還打呀 哪來這麼多好打的東西啊 天啊 煩死了 煩不煩 煩不煩 是吧 然後我這邊其實有很多的子彈了啦 不過最要緊的 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那個 呃我的昏睡劍啊 全部都已經不見了 昏睡劍都已經不見了 實在是沒辦法 哈哈 好的各位我們又回來了 天啊我這次是騎著另外一隻魚龍來 因為我那隻不負責任的魚龍 已經不知道去哪裡了 真是太該死了 反正我先回來我這一個據點 稍微 稍事休息休息一下 之後我們要再一次的出發 因為我總覺得好像隨時 從北邊那邊過來 沿路過來 那個路上碰到鯊魚 可能隨時會來找我麻煩喔 那這真的是蠻討厭的啦 就是坐在魚的背上的時候呢 沒有辦法看那個地圖 也沒有辦法看GPS喔 你一定得下來才能夠看GPS 還有看地圖 可是當你下來那一瞬間 你又 如果 如果說你就被一隻鯊魚 從後面攻擊的話 那就危險啦 那就危險啦 很遠魚龍馬上就會逃跑 魚龍一逃跑 就直接死定啦 這邊的鯊魚怎麼這麼多的啊 這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鯊魚在這裡面的啊 這遠古巨鯊魚都是哪裡來的啊 莫名其妙的 欸 話說這個中間怎麼還有這種 超小島在這裡 這邊跟那邊連接上好像還蠻近的喔 這邊還有超小島欸 好神奇喔 欸 而且這邊好淺喔 過不過得去啊 喔 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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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所以我就不看GPS啦 我不看GPS啦 我直接靠著自己看能不能找到那個地方吧 喔 我的天啊 這前面是有多少隻鯊魚啊 這前面 真的全都是鯊魚啊 這些 哇 我的天啊 喔 我可受不了 我可受不了 喔 我的天啊 游上來也是一大堆啊 天啊 這是怎麼搞的 為什麼這邊的鯊魚會突然之間這麼多的啊 我太靠近這個島嶼了喔 這個 絕對不是這個 絕對不在這個位置喔 可是這邊 東西 鯊魚實在太多了啦 我被打了 哇 大家看 那一整排白色的全部都是鯊魚朝著我游過來啦 這不是鬧著玩的嗎 然後我明明就記得很清楚 我剛剛不是就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把那個鯊魚給殺死了嗎 應該在這個位置把那個鯊魚給殺死了吧 然後我也差不多應該在這附近跳下來才對啊 所以正常來說 洞窟的位置應該在這附近的才對 但現在天又要黑了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找到 可能真的還真的是必須要帶著那個GPS過來啦 這個洞穴的位置怎麼樣都找不到 重點是我那個不負責任的魚龍 我真的也完全沒有找到過他啦 還有就是我的血一直不斷在減少 因為現在在這下面實在是太寒冷啊 哇各位各位各位 我游一游 我已經跑回來我的第一個據點這裡啦 是的這裡就是我的第一個據點喔 好懷念喔 他升級了耶 好懷念的一個地方喔 天啊他們都還在 他們都還好好的耶 他們都還在 這是我的第一個據點耶 這裡面其實也有不少東西可以用喔 我的天啊 哈哈哈哈 我真的是還了地圖一大圈啦 因為 沒辦法 我原本想要找那個海底洞穴 根本我基本上很難找到 哇這邊好多纖維在這裡面喔 所以我可以拿一些起來吧 我自己可以用 我可以自己用 不要說他不見就好了 不要說我又死掉了就行了 哇這裡面其實好多東西可以用的耶 其實還有這個可以用啊 不錯不錯 這邊其實也就只差車床而已喔 然後 兜底 兜底 兜底你還在啊 真是太好了 哇大家都還在耶 還有他 喔他也升級了 他也升級了 讓他升一下級好了 加一下他的血量 喔我的天啊大家都在 大家都還在耶 好懷念的地方喔 但是他們兩個沒有下蛋就是 然後這個是蝎子的地方 其實我回來的話呢 是因為在 在我據點目前的所在地的 差不多 左下方的位置吧 那個網路上呢也是 地圖上面是有標示說 那邊也是有一個 海底洞窟的喔 我還是去看一下吧 如果說沒有的話 我也沒辦法 那 總而言之呢去找找看吧 哇 又有蛇頸龍在追我啊 看來在很邊緣的地方 這邊很容易出蛇頸龍啊 在這種 比較大片的地方 這種 啊 要怎麼說 河 海底比較平的地方嗎 很容易出蛇頸龍 但附近我一樣 還是沒有辦法找到海底洞穴啊 沒有海底洞穴就 不太可能在那邊拚命喔 除非看有沒有辦法 把他們引到上面去了 然後再引到岸上去了 只是我看他們的游泳速度 好像有點困難就是 在引到岸上之前 我應該會先窒息而死吧 不知道他到底會游多高啊 我看 我可能看能把他引多高 先把他引多高吧 嗨 嗨 你 跟我上來 這個要來打我了 跟我上來 跟我上來 我怎麼跑到這邊來了 他會再上來嗎 不知道他好像只游到一定的距離 他就不會再繼續再往上了 他感覺上好像真的只會一直在海底而已喔 既然如此的話 真的只能在海底這邊解決 他就在海底這邊用那個 想辦法 真的只能找海底洞穴啊 我好像看到了這邊的海底洞穴的位置 是在這個下面耶 我直接朝我那邊游過去看看好了 雖然那邊有鯊魚 不過 不過不管了 直接從鯊魚旁邊繞過去吧 我只要找得到海底洞穴 繞進去就行了 就在這邊的樣子 所以我的天啊 怎麼又被擋住了 怎麼又被擋住了 剛剛應該是這邊在冒泡的 喔在這裡在這裡 我終於找到這裡的海底洞穴了 找到這裡的海底洞穴了 哈哈 喔我的天啊 欸 進來是進來的 喔在這裡啊 這邊也是可以上來的 所以這邊也是一個海底洞穴的位置 只是 只是 只是如果說要對付蛇頸龍的話 這一個海底洞穴好像也是有困難的 欸 我怎麼覺得這一個海底洞穴的 位置跟我之前那個一樣啊 對啊我怎麼覺得這海底洞穴好像都差不多的 這個海底洞穴怎麼好像看起來真的都差不多的樣子 所以如果說有辦法把蛇頸龍引到這邊來的話呢 我如果要攻擊他可能會有點問題喔 欸 喔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洞在這裡啊 原來如此 喔是誰打我殺 為什麼會有鯊魚 不要啊不要不要不要 喔 喔我的天啊 欸鯊原來可以游進來到這裡被卡住啊 所以在這邊可以戳死他囉 喔 喔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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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我的天啊 所以鯊魚果然可以游進來的 然後我的魚龍會 會遭殃的啊 喔如果想要在這邊馴服蛇頸龍的話 連我自己都會有問題啊 不過這裡真的感覺好像跟我之前找到的那個差不多耶 怎麼感覺好像都一樣的東西啊 它是不是同樣東西那個複製貼上然後就貼到這邊來 對啊 對啊對啊對啊一樣啊 啊所以說是像這樣的洞穴是有左右兩邊有兩個 有兩個洞口可以進來或出去的 是左右兩邊的 啊 好吧 那就大概知道了 總而言之我在這邊可以先稍微喘口氣喔 啊所以呢 呃 這個鯊魚在這裡 先把人批掉再說了吧 這可怎麼辦啊 我還被他給卡住了 為什麼你的屍體可以把我卡住啊 啊 不過我想我應該還是有辦法游上去的吧 希望是有辦法游上去的 啊 天啊 只是我好不容易把這附近的都解決掉了 我好不容易把這附近的 鯊魚都已經解決掉了 或者我就是要帶著蛇頸龍再出去了 但是我沒有蛇頸龍的鞍喔 在這邊也做不了 唉 可能狀況不太妙 我可能又會在這邊又再死一次了 不過 我還是要設法出去看能不能把一隻蛇頸龍給引過來 唉 他的話 我知道很不忍心把他的屍體給劈掉 嗯 出去吧出去看看 怎麼還有鯊魚啊 別鬧了好嗎 別鬧了好嗎 怎麼還有兩隻啊 這到底有沒有戳到啊 這樣才戳到 怎麼會有這麼多鯊魚的 死在太多了吧 別跟我鬧了 蛇頸龍我都還沒有引過來 蛇頸龍 沒有鯊魚了吧 沒有鯊魚了吧 沒有鯊魚了 蛇頸龍也不見了啊 蛇頸龍呢 蛇頸龍好像在這個 這個岩石的對面吧 而且我游的速度很慢耶 我游的速度很慢耶 我游的速度很慢耶 我游的速度非常的緩慢喔 這樣的話也蠻危險的耶 我游的速度太緩慢了 這樣在把蛇頸龍引過來之前 我就已經要先死掉了 所以是不是騎著鯊魚來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應該是騎著鯊魚來好像會比較好的 而且我現在也沒有也要沒有食物了 可能又要死在這下面了吧 果然 果然海並不是一個給正常人來的地方喔 尤其是為什麼我這邊會有這麼多的鯊魚 欸蛇頸龍太好了 蛇頸龍要來了 蛇頸龍要來了 給我過來 蛇頸龍已經來了 不要 不要讓我進去 不要打我了 欸我怎麼被打出來了 我要進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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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裝備爆了不過沒有關係 我得試著看看能不能把他引誘到這邊來就行了 有了他在這邊了 可是他又跑掉了 他怎麼又跑掉了 不行啦 你不能跑掉了 你要給我在這邊卡著好不好 啊 他來了他來了 啊 啊 我快死了 不要再被他咬到了 啊 快上來快上來 他在那邊他在那邊我看到他的頭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應該很明顯的就是可以把他給弄暈啦 但是我現在就是 保實度可能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啦 他又跑掉了 給我過來啊你 膽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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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上不去了 我上來了我上來了 但是他已經跑掉了他跑掉了 他又來了他又來了太好了太好了 他應該是在找 好方法可以進來吧還是怎麼樣的 不會又跑掉了吧 不要啊你不要跑掉 喂 好不容易把你給引誘過來 對你又給我跑掉 呵呵呵呵 呃 天啊 他一定是在找一個什麼 時機然後突然之間又衝我的 對沒錯他果然是在找個時機過來要來打我 還好我機制 還好我機制 就讓他露出個頭吧 他到底是怎麼樣才可以射暈他呢 也不知道到底要射多少隻劍才可以把他射暈 然後他又要走掉 欸你不准走 不准走 他又跑掉了 他又跑掉了 他應該不是跑掉 他應該是找一個 正好的高度可以打到我吧 我也不太清楚這100隻毒箭到底能不能夠把他給射暈 好像要射暈他還是很困難的事情 喔差點要被他打到真的 好險好險好險 總是差那麼一點就要被他給打到 不過看來是在這個洞穴 馴服他是沒問題的 找了這麼久終於是找到這麼一個洞穴可以用來馴服他的 只是 麻煩就在於說 他總是沒多久他就會跑掉 然後我的血量也不多 裝甲也要被他打掉 慘了慘了慘了 再被他打到個一下大概就要掛掉了吧 重點是我現在已經被他打到已經快要死掉了 還能不能把他給馴服啊 還有沒有把他弄暈了一天啊 不太確定喔 但我現在的話動作實在太慢了 我不能再被他打到一下 再被他打到一下就要死了 還是得冒險一下 還是得冒險一下 還是得冒險一下他要來了他要來了 他要來了 他那個動作實在是感覺好恐怖啊 哇糟糕了糟糕了這下子 欸他是暈了嗎 他是暈了嗎 他是暈了嗎 他好像已經暈了耶 他是暈了 他是暈了 可是 可是我可能要死在這下面啦 因為這下面太寒冷了 這下面太寒冷了 這下面真的太寒冷了 我可能會死在這下面 或者我先稍微在這邊 先稍微站著補一下血好了 但是我一定會 但是在那之前我可能也會先餓死在這下面啦 這個時候如果有個同伴可以在這邊幫我的話就行 要不然我就只能在這邊吃生肉了 或者我在這邊有沒有辦法 直接做一個那個爐子出來 不太可能 有沒有辦法做一個營火 營火出來啊 營火好像也做不出來 那我在這邊馴服他 看是我先馴服他還是我會先死 但我覺得是我會先死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的食物可以吃喔 那吃生肉到底會怎麼樣 吃生肉會中毒喔 吃生肉會中毒 所以說 也會掉血的吧 喔不喔不喔不 來另外一隻蛇頸龍了 我被打死了 啊 我正在馴服這一隻 然後我被那隻打死了 所以我可以從這邊重生啦 然後再趕過來這邊 有這個必要嗎 應該是不太可能再趕到這邊來了喔 所以說 啊總之這是一次嘗試嘛 總之這是一次嘗試 那第一次嘗試可能稍微失敗了 下一次我們大概知道怎麼做了 反正來這邊 就可以來馴服這邊的這一隻蛇頸龍 那因為剛剛是附近 確實有第二隻蛇頸龍在嗎 我以為他已經有遠了 沒想到他卻還在這附近喔 啊 好啦 總而言之呢這一集在這裡先結束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慢著 我們還沒結束了 當然我這次帶著我的鯊魚還有我的魚龍一起來 但是我的魚龍呢又是一樣啊 中途就已經跑掉了 那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 沒錯我打暈的那一個 打暈的那個蛇頸龍所在的地方就在這裡喔 那他現在在哪 他現在還在外面喔其實 帶我一回來的時候我還蠻驚訝的 他沒想到他居然還在外面耶 真的是很驚訝 他居然還在這裡暈喔 然後另外一隻當然在他身邊徘徊 居然沒有把他給打死喔 然後我當然也毫不猶豫了 就直接把他給打暈了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我們只要再稍等一下呢 我相信他們應該很快就要被馴服了 對這個只要再稍等一下下就行了 那這個可能還會等比較久一點 因為畢竟他是比較晚把他打暈的嘛 那因為我這 之前死掉了嘛 死掉了喔喔喔喔喔喔 不行不行不行 我趕快上去了趕快上去了 之前不小心死掉了然後 然後我選擇重生點在很遠的地方 結果我原本以為這一隻可能會已經醒來了 結果可能是因為我人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還是說怎麼樣的 反正他的暈眩值啊 沒有說降的非常非常的多喔 我一回來的時候他還在暈 所以我趕緊把另外一隻弄暈了之後 我就繼續灌這一隻藥劑這樣子 開樣子是已經被馴服了 不過我剛剛人在裡面的關係 所以說不夠近 不夠近 圖鑑沒跳出來不行啊 喂 這樣圖鑑沒跳出來啊 對啊這樣圖鑑沒跳出來啊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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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得在他附近才行啊 對啊我可以控制他什麼的了 哇所以我得等這一隻 然後等他跳圖鑑出來了 在他之前先來看看這一隻好了 叫他先跟著我一下 這附近感覺上好像是比較安全一點 哇他游得好快 真的游得好快啊 好了好了你先在原地先待著一下 你先在原地待著一下 我想要看他的 喔天啊 他真的他的 他的臉部真的好恐怖 他臉真的太恐怖了一點 到時候的話帶上 幫他帶上他的鞍 之後如果說要在水裡面幹嘛的話 都是靠他 好的我看他只要再吃最後一口 應該就可以馴服了 這個都已經滿了 但是還沒有馴服 就是他最後 可是現在天氣又 現在在水裡面又非常非常寒冷 我的血量已經到了 快要只能下一半了 可是為了獲得他的圖鑑 再苦都要咬著牙撐下去啊 只差15了 這個只要 只差最後的 最後的 最後的 最後的10 最後的10 天啊我都快要死了 我已經快要被人死在這邊了 可是我為了獲得圖鑑啊 拜託快給我圖鑑啊 最後的2 太好了太好了我可以獲得圖鑑了 這麼近總該可以耶獲得圖鑑了 太棒了 哇還可以聽到他這個叫聲太棒了 所以在這裡呢 好像我的喉嚨也跟著就不太舒服了 先不幫他重新命名了吧 我反正我先 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先回去乘涼 先回去吸收吸一點氧氣量 然後稍微回一點血吧 還好我帶的食物還算夠多 我的天啊 我的食物就只剩下最後的這一點啊 看來就已經快要吃光光了 不過這一集 沒想到居然還是被我給馴服的蛇頸龍了 而且是兩隻 真是太棒了 好啦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回再見了 掰掰